各位行动补习网的同学你们好 我是林雨桥 那今年呢很荣幸可以考上高一的学士后一学系 那我本来呢是就读阳明护理系 那在就学的过程中呢 那我后来就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再更精进 所以最后呢就决定了要报考学士后一学系 那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因为我是住在彰化 那我考量了交通还有师资的考量 所以我后来有听我同学的建议 因为他之前也在行动补习网有补习过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 那觉得那个硬体设备都还不错 然后网速啊画质然后还有服务 他都就是他是不错这样 所以呢我后来呢就决定了 在家然后用线上课程的方式 然后去节省我一些通车的时间 或者是去弥补一些我可能 可能有一些老师没有在中部开课 甚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用线上行动补习网的话 又可以上到好的师资 但是又不需要周车老顿 或是甚至搬到那边多花一笔住宿费这样子 我选择线上课程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空出来 那我多的这些时间其实长期下来 我认为可以转换成我赢别人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今年算是非常幸运 因为就是在毕业后一年就考上了学试后一学系 在我选择了用行动补习网的线上的课程之后呢 那我就觉得因为线上我认为上课的话呢 如果不是我们去适应那个课程 而是课程来适应我们 因为如果你用了线上课程的话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那个能力你的进度去安排一些课程 那如果你是去上实体课的话 会有它的缺点就是 你要去适应那个实体课程的上课模式 那像我个人的话呢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就是一次可能从早上 然后就一路上到晚上 因为我会觉得这样子 时间太长的话效率反而没那么好 所以呢 我通常会自己排一周的进度 然后分散成一天可能上大概三到四个小时的课 那之后下午跟晚上我就自己可以消化那天上的课程 那这样子分散上课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轻松跟有效率的 还有一个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 如果在家里面念书那会不会有一些自制力的问题 那我个人会建议呢就是你要在家里面打造一个专属你念书的环境 就是庆祝一个任何一个空房间或是一个小空间也好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专属你念书跟上课的地方 你也可以去图书馆 就有时候也可以去图书馆的话也可以增加一些环境对自己的约束力 那我想这是大家对于线上课程比较会担心的问题 我个人呢就是蛮喜欢英文的张文忠老师 那他在英文上面其实已经是耕耘非常多年 算是非常资深 然后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那他也很认真的在了解说我们华人对于英语上的那个问题 像是我们其实会比较不容易了解为什么外国人的文法的逻辑 我们通常都需要用死背的方式 那我觉得张文忠老师他会去让我们试着用一些理解的方式知道说 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文法 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 不是只是死背一个文法而已 那再来就是他的单字的话也有他特殊的格林法则 那可以让你就是更快速的熟悉一些单字 那再来就是黄彪老师 那他是生物的黄彪老师 黄彪老师呢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 他很仔细的在看各个生物的原文书的各个版本 然后去找出他们的义童然后把他们都收纳到那个讲义的教材里面 那他的上课也是非常的有逻辑跟有条理 那我自己在试听过后或是上课过后我都觉得他上课是让我觉得比较能够理解跟听懂的 那我觉得找一个让你可以理解跟听懂跟相信的老师呢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生物我也非常推荐黄彪老师 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行动和希望和希望就到这里 今天我们可以来感谢自己心目中的志愿 谢谢大家